熊的雕塑 希望牛市能够永远抢劲 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不仅市场整体下挫 中国股市更把今年以来的涨幅全部吐光光 今年年初趁着牛市时 很多人把毕生积蓄全部投进股市 没想到现在一系蒸发 那厦门收藏家蔡明超突发七下 打造牛骑熊百万雕塑 这个雕塑长6.1米 高3.4米 宽2.9米 重达3吨多 采用铜材制铸造工艺制作完成 造型就是一头牛身下压着一头熊 赤子百万的牛骑熊就是希望能帮露骨冲冲洗 但华尔街铜牛相比比别人高又宽 重量却连一半都不到 该不会是空心的吧 难怪25号护制完全没起色 内地股市星期二继续遭遇恐慌性的抛售 护制开盘已经暴跌超过6% 盘中银行类股保险板块拉伸护盘 使得大盘的跌幅一度收窄 但是到了午后两市又再度走弱 护制更是失守3000点的大关 截至收盘护制大跌超过7.5% 升成值也下跌大约7% 25号护制失守3000点大关 两市超过2000股跌停 上阵只收2964点 显示投资人信心赏识殆尽 促使人行25号晚间闪电宣布 同时将习一马将准两马 再度扮演救世主 三连新闻是什么的